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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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開了 自然一點 自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趙 大家好 我是Nancy 今天呢 我們來到的是 CEA8的三樓 的天好運 今天會介紹雙人套餐喔 還有一些推薦的港點 然後讓我們趕快進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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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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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啾 啾 啾 好 現在我們今天的位置 喔 Sorry 好 現在大概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可以先講一下我們今天主要抽抽獎送獎品 好 今天呢我們會抽出兩人套餐三組 兩人套餐 有 有 XO醬辣味炒飯 然後有 他的招牌 酥皮局叉燒包 呃 再來再來再來 還沒來 然後 好 然後 金銀鮮蝦餃 這個 然後 香煎蘿蔔糕 然後 炸豆腐 呃 蔥花 雪蛋 長粉 跟金絲高麗彩 還有兩份甜品 跟兩份飲品 好 今天抽獎方式跟之前一樣就是很簡單 只要大家呢 記得要 按讚這篇直播貼文 然後公開分享此天直播貼文 然後 最後記得回答正確答案說要tag兩個朋友 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抽獎的動作 然後 今天的直播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對獎的時間 只到下禮拜二晚上的二三五九而已 所以 記得今天幸運抽到的朋友們要 記得私訊粉專然後才辦法領取喔 好 先 讓大家可以有機會留言 先出個蘋果 好 然後因為現在是 我們在等人進來的過程中 我們先出第一個題目好了 Nancy第一個題目是什麼啊 第一個題目是 最簡單我們剛好說 我們今天來到的店是哪一家店 然後是哪一個分店 大家記得在 呃 留言的時候要記得tail兩位朋友 然後 要分享我們直播然後按讚 好可以 可以開始抽獎了 沒有要開始抽獎我們就 可以開始留言 我們現在再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是剛進來而已 我們今天 我是照然後她是Nancy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是 台北 信義店天好運 然後 信義店天好運呢 她現在是在A8的三樓 原本是在地下二樓 然後如果 之前有去過地下二樓的朋友們 記得她搬到三樓了 不然這樣子會撲空 然後 我們今天造訪的店家就是 台北信義店 然後請大家記得要刷個留言 然後 回答我們第一個抽獎問題 然後抽獎問題的話是會抽出雙人套餐 一組 然後這個雙人套餐的話呢 其實 非常的划算 等一下介紹給大家看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 再等一下人進來 來 來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我們 今天 先看今天抽獎要抽出的雙人套餐部分好了 好 雙人套餐 雙人套餐有 然後 SO醬辣味炒飯 這是 SO醬辣味炒飯 然後 粥排 酥皮橘叉燒包 每17秒就會瘦出一顆 然後 金銀鮮蝦餃 然後這個是香煎蘿蔔糕 然後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炸豆腐 目前好像還沒有看到在桌上 因為那畢竟要趁熱吃嘛 那我們等一下到的時候再補充說明給大家 然後呢 這個是 這是 蔥花雪蛋蒼粉 蔥花雪蛋蒼粉 對 然後這個是金絲高麗菜 然後金絲高麗菜的部分的話 如果 是有吃素的朋友的話 這個醬汁記得先不要使用 因為可能裡面有使用一些蒜頭做調味 所以 對於一些吃成熟的人來說的話 可能是一個比較不適當的醬料 可以使用他們的生抽做替代 然後還有兩個甜品 對 這兩個甜品 分別是 羊汁甘露 然後還有芋頭西米露 都是我們現在 天豪運非常推薦的產品 然後這兩杯飲料的話 分別是 就是港式必點 凍寧茶 然後還有港式必點 港式奶茶 它都叫港式奶茶 對 那真的要點啊 對 好 好 那大家建議參與客獎 我們現在已經吃了四個甜點 好 然後剛剛介紹的部分 是我們今天要抽出的雙人套餐的部分 那在吃雙人套餐之前呢 我們先吃一下就是 大家來天豪運也是會點的四個甜 四個單點品項 那我們要先吃哪個呢 先吃這個吧 這個感覺 好 那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是我 鮮蝦燒賣黃 對 對 鮮蝦燒賣黃 就是鮮蝦燒賣啦 那我們今天先來吃吃看 幫大家試吃看看 它上面都還有一顆枸杞 對看起來都配個色 沒關係我可以先吃點味 好 吃 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不會 它不會太鹹 它其實有一點點 甘甜的味道 好 而且它裡面有 看得到有那個蝦 它蝦的鮮味很夠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面 除了就是蝦子以外 它還有加一些香菇做佐料 然後腰起來就會比較有情緒感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它裡面還有添加豬肉 蠻不錯的味道蠻豐富的 如果有搭配旁邊的沾醬的話 味道怎麼樣可以試試看 這邊有兩個醬 一個是生抽 就是我們所稱的醬油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禮派零吉汁 我其實有點忘記這個是什麼東西耶 不過還是可以吃吃看 快晚一點也沒忘記 可以 喝禮派零吉汁 喔 醋嗎 醋 這個是醋 這應該是醋 你要嗎你要嗎 對 通常我吃這個的話 我會醋跟醬油都混著啦 這樣會比較有味道 對 不過這裡就我自己個人吸法 沒關係 你要嗎你要 醬油嗎 對生抽 這個加起來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這個是天好運的辣醬 給大家看一下 看起來又超辣的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的話 其實也可以加一點點進去 你要吃辣嗎 我不敢吃辣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剛剛吃的是 燒賣嘛 那接下來換吃 趁熱吃吃飯吃就菠蘿好了 吃這個好了 來 大家看一下 之前前陣子 在那個某間超商有賣過天好運的菠蘿油 我覺得還是天好運現場吃比較好吃 嗯當然 這現場 熱的脆脆的 這也算是他的招牌之一對不對 對 這算是他的招牌 用筷子嗎 我好筷子 嘿 我用手 好 好 迫不及待吃的 嗯 冰奶油嗎 嗯 奶油是冰的 嗯 它那裹麵包麵包其實比較扎實一點 跟別間超商店吃起來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吃這個的話可能會比較有飽足感一點 奶油是鹹的嗎 所以奶油是鹹的但麵包本體是鹹的 所以吃起來其實不會太膩 還蠻好吃 我覺得他的酥皮不會刮上二 我覺得蠻難能可貴的 因為其實很多酥皮因為他可能在製作過程中 然後我們加了一些比較不好的油脂 就會有那種問題的呈現 嗯 這還不錯喔 蠻推薦大家點的 大家記得要自己留言喔 嗯 對大家還記得我們剛剛第一期的題目是什麼嗎 我們今天吃的是 台北新店的簽好運 然後今天的題目也剛好是這個答案 請大家趕快記得刷人刷一拍配個兩個朋友喔 大家也要記得分享這篇貼文 不然會失去抽獎的 得 然後也不要忘記等一下抽出來的時候 要記得留言給粉轉 好接下來我們換吃下一道 這個很可愛一和字的那個流蝦包 對天好運 這是這也是他們的招牌之一 蠻好運流蝦包 喔酥皮豆腐來了來了 不行等一下吃飯 好 你要吃哪一個 你要是天還是好還是運 哈哈哈哈 大家趕快刷留言 趁南希在那個 在猶豫的時候 我是一個有選擇障礙的人 好那我是 我連平常來吃這種東西都直接點套餐 像他就很棒 他有 他就直接有配好 雙人套餐 三人套餐 四人套餐 還有六人套餐 這個選擇障礙的人就非常好 就直接點就好 點下去就對了 那你幫我決定 那我吃天好了 幫我決定 那我拿 那你吃好你吃好你吃好 吃好 喔 燙燙喔 這裡面是鹹爛黃 滿滿的還會流出來 它跟普通的奶黃包不太一樣 因為奶黃包其實內餡蠻乾的 然後大家平常吃一吃就好乾喔 然後要找東西喝 但他其實 剛有看到就是他湯湯 湯湯水水 他的餡料 就是他會流出來 所以大家吃的時候也要小心 感覺超滿意 已經燙到 對 現在是因為稍微比較涼了 小朋友吃的話要 可能要請家長幫他吹一吹 所以他好像也不能切小 他會直接 他會直接Fu掉 他會直接Fu掉 對對對 就咬一個小洞這樣子 你看他是可以滴到手上嗎 沒事 真的爆醬啊 亞萍你說的對 他真的是爆醬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喝一下湯好了 因為冰淇淋都吃乾乾的東西 因為冰淇淋都吃乾乾的東西 太棒了 有朋友說他還是選擇障礙 真的 接下來喝這個 小心喔 可能會有點受重 這個是我們的 蟲草猴頭菇燉湯 有沒有在看 蟲草猴頭菇燉湯 蟲草猴頭菇燉湯 大家知道蟲草是什麼東西嗎 蟲草應該就是冬蟲下草 冬蟲下草 冬蟲下草為什麼叫冬蟲下草 就是 它是一種真菌 所以它 其實就是一個 純素的湯 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猴頭菇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可以 推薦給素食 素食的朋友 猴頭菇的話 有些人會說 它是素食者的肉 就是它吃起來 有一絲一絲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雞肉口感 嗯 來再吃吃 嗯 很菇味 哈哈 真的 沒有什麼要善味 我就一直覺得 我在吃超級多香菇湯 它有加紅棗 對它有加紅棗 所以其實它的 這個湯不會是單純一個 鹹的味道 或是一個菇的鮮味 會帶一點紅棗煮酒之後的 甜味跟酸味 其實吃起來還不錯 它蠻適合冬天喝的 感覺喝了之後 然後會暖起來這樣 對 然後除了紅棗菇以外 還有加點杏鮑菇 你平常吃紅棗菇嗎 我吃耶 我很喜歡耶 因為我覺得它的口感很特別 嗯 嗯 我們抽出了第一個第一題的幸運觀眾 恭喜陳蕙兒獲得我們第一位 成為我們第一位幸運觀眾 然後獲得我們雙人套餐的票券 那記得大家 要在下禮拜二二三五九之前 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二號二三五九之前 會傳你的得獎的訊息 就是 超獎截圖 對超獎截圖 然後姓名電話 還有郵寄的地址 我們會把餐券寄給你 沒有回傳的話 那就沒有囉 好 要記得喔 惠兒 好 也要記得分享這篇貼文 然後 按讚 好 那我們來先出第二題再來試吃 好 我們先試吃這個 這是 叉燒 叉燒包 橘皮叉燒包 他們的招牌 每十七秒就瘦出 很誇張欸 十七秒 十七秒我打手不聽 可能還沒到二樓 馬上來吃吃看 你到二樓他已經賣很多客戶出去 對啊我到二樓的時間 他已經賣完一盤了吧 對 吃看看吃看看 幫大家吃看 他其實蠻大一顆的 他的餡也是滿滿的 到處都是 大家也可以買 他有 他其實有出冷凍食品包 對 像 一些年節啊 大家聚餐 其實都很方便 直接買了回家 烤熱就可以吃了 其實像現在已經 其實也快過年了嘛 大家應該有在猶豫要訂什麼年菜 其實像天好運 有些冷凍宅配的東西 能 可以當個年節小點心啊 片片小朋友啊 之類的 其實都還不錯 我老少皆宜 像那個叉燒包 超級軟的 我用筷子其實夾不太起來 還是是我的問題 你是有可能 我覺得他口感蠻特別的 他外面是酥的 但裡面咬下去其實是軟的 嗯 而且熱熱吃其實很好吃 那我們大家現在出題呢 這麼好吃的叉燒包 你也想吃了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出第二道題目 請問 天好運平均每幾秒 都賣出一個叉燒包呢 橘皮叉燒包 每幾秒呢 大家還有印象嗎 大概是十七秒 每十七秒就可以賣出一個橘皮叉燒包 大家記得是 大家也要記得 要tag個朋友 不能只留幾秒這樣 對 現在有留言的觀眾朋友 要記得tag你的朋友 舒婷 不要再說到十七秒了 要tag你的朋友 要tag你的朋友 那天也是 要記得tag朋友 不然 舒婷 要記得tag朋友啦 有有有有 tag了 很棒 嗯 嗯 它裡面 餡料其實 鹹甜鹹甜的 它的叉燒不是那種 你去超商買的那種叉燒包 它裡面會是那種紅紅的內餡 那吃起來就餓餓的 它這個叉燒是真的有在認真叉燒的 認真叉燒 認真的叉燒 所以我喜歡吃港店的原因 你喜歡吃港店嗎 我蠻喜歡 但是因為 我通常都是跟家人去吃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 有點 太多 是嗎 太貴了 像這種可能會太貴的情形 就很適合到我們的狗媽機上面買餐券 買餐券你可以省多多 省多多又吃飽飽 我覺得 可樂不為呢 朋友們 記得要打開狗媽機的app 然後買我們的餐券 來去吃下一個吧 好 好 先下一個肉丁 雙人套餐 那先吃 進到雙人套餐嗎 好 這個 趁熱吃 這個感覺要趁熱吃 好 好我們雙人套餐裡面呢 這是我們雙人套餐裡面的什麼東東呢 香鬆 香鬆炸豆腐 好 香鬆炸豆腐 它上面是香鬆 是香鬆 謝謝你爸戴帽子 唉唷 啊戴不上去啦 可以就可以了 好馬上把它吃掉 好燙 超燙的 嗯 它豆腐是炸 應該是炸嫩豆腐 不是有些炸豆腐 會是炸雞蛋豆腐 我覺得這吃起來還不錯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 普通的雞蛋豆腐的話 其實它油很多啊 也不是純的豆腐 這樣你才可以吃到豆腐的原味 然後香鬆搭配起來也是 蠻順口的 會有一種突兀的感覺 其實蠻香的 對 而且它外皮酥脆酥脆 然後裡面是嫩的 對吃起來就 蠻充極的 其實入口即化是蠻好的 但是小心 大家吃的時候小心不要燙到 對 所以它真的蠻燙的 會有種爆漿的感覺 嗯 好 那吃完 豆腐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吃哪一個東東好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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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來 這個是我們的 腸粉 蔥花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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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花在裡面 蔥花在裡面 還有蘿蔔 好 它要幫大家淋一下齁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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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蔥角的 它看起來很像防水 直接下去 來 我可以 切一塊 還是你要整個吃 我想切一塊 我應該切一塊就好 對對對 因為我很不太敢吃蔥 給你 好 謝謝你 它這裡面有一塊白白的東東 我不太確定這是什麼 蛋吧 雪花是蛋白 蛋白 蛋白喔 還蠻好吃的 其實那是很嫩很嫩的蒸蛋的感覺 嗯 它蠻順口的 其實就是如果你是口味比較重的人的話 這個醬汁可能對你來說比較沒有味道 可以再加一下 可以再加一下我們的 旁邊的 生抽跟醋 生抽 或醋 對 欸 其實可以沾沾看剛剛那個醬 我再撿一段看看 搞不好沾醬意外 供出新滋味 謝謝你 不會切 你好會切喔 給大家看一下切面 它有一個很大塊的蛋白 蛋白 很可愛喔 簡單看 沾這麼多的嗎 對啊 會很鹹嗎 感覺會很醋 嗯 好醋 因為我覺得蠻適合的 我覺得這個加醋跟醬油也蠻適合 其實這樣比較好吃我覺得 我個人喜歡酒加醋的味道 這個味道比較淡一點 對 味道比較淡 如果吃了覺得太淡的朋友 可以加旁邊的醬 欸啊那我們要不要來吃一下這個 蘿蔔糕 好呀 蘿蔔糕 蘿蔔糕是另外 喔因為我們雙人套餐裡面的那個小點 跟我們剛剛前面介紹的好像是有重複 嗯 是這個樣子 對對對 這也是燒在蘿蔔糕裡面 來吧 切 交給你了 切切王 我超喜歡吃港點蘿蔔糕 我也是 我覺得它裡面 會叫蝦仁 蝦米 會蝦米 還有辣腸 會比較辣腸 比較香 會比較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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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短講不起來了 對它真的它很嫩欸 好酸喔 好酸 我覺得 天好運的蘿蔔糕 真的是我每次來吃天好運都會點的東西 嗯 因為港式的蘿蔔糕吃起來 真的比較有層次感 台式的會整個蘿蔔味就 啊 好蘿蔔 而且這個吃得到蘿蔔快 對 也不會有那種蘿蔔的感覺 就是不是那種菜其他賣的那一種 對 因為它製作過程 它是標榜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它都是用它蒸出來的那個水 蘿蔔水 蘿蔔水 對對對 蘿蔔水 蘿蔔水做蘿蔔糕 就沒有再另外加水 好我們再宣傳一下大家的第二題 它第二題是它的招牌 它的它的 它的招牌 橘皮叉燒包平均每多少秒就賣出一顆 嗯 平均每多少秒 大家要記得 是多少秒 多少秒 多少秒 這是多少秒 這是多少秒 要記得 這兩位朋友 好 我們其實差不多要抽下一位 但要 要再吃一道嗎 還是 有朋友說 那兒子小時候說 長大要給他20億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要怎麼賺20億 他說他賣蘿蔔糕糕 哈哈哈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位 那凌凌妳先趕快留個眼 這樣才有機會抽到妳 趕快tag妳的朋友 有了 啊 是雅萍獲得 我們的雙人套餐啊 凌凌再接再厲 還有下一題 雅萍也要記得 在下禮拜二的晚上 11點59分前 要記得 私訊小編 妳的 呃 中獎截圖 然後姓名電話 跟郵寄地址 對 他現在有朋友是剛進來直播間的 然後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抽獎的 進行的流程是怎樣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出問題 然後大家要認真聽我們兩個 閒聊內容 搞不好問題的答案 就在我們閒聊中間 然後今天呢 如果你超級幸運 變成我們幸運而獲得 雙人套餐的票券的話呢 要記得 你是要按讚這篇 直播的貼文 然後呢公開分享 這個直播貼文 然後留言的時候 是要tag妳兩位朋友 才有辦法 是我們的幸運得主這樣子 然後這次中獎之後 也要記得 要在下禮拜二 11月22號之前 2359之前 然後私訊粉專 中獎截圖 還有妳的收斂者資訊 這個樣子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雙人套餐 多少錢買一些東西 好 我們的雙人套餐 在 在這 這一張錢 在這裡 好 它價值 1368元 大家要記得喔 它價值 1368元 然後 它有 辣味炒飯 橘皮叉燒包 鮮蝦餃 蘿蔔糕 炸豆腐 蔥花雪蛋腸粉 金絲高麗菜 還有 那邊的甜品跟飲品 價值1368元 其實蠻划算的 因為 你看我們點一個雙人餐 就可以吃這麼多東西 好 那我們要來出第三組 最後一個題目囉 最後一個題目 最後一個題目是什麼呢 最後一個題目就是 請問我們今天吃的雙人套餐 總共價值多少錢呢 欸 多少錢呢 大家留言留起來 多少錢呢 要記得tag兩位朋友 對 雙人套餐 試吃啊 好 我們繼續試吃下一道菜 唷 雙人套餐還沒有吃完 接下來吃個菜好了 我們要加這個醬 對 我們就反過來吃耶 主餐最後吃 欸對 不然主餐吃完之後 表演飽了 就完了 對 好 要加個醬醬嗎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金絲高麗菜 然後金絲的話 就是薑絲的部分 大家記得這個 就是如果有素食的朋友 這個醬記得先不要加 可能要加旁邊的生抽 嗯 然後金絲的部分呢 它是有把它炸得很金黃酥脆的感覺 因為我本身不太敢吃薑 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有沒有很香味 還好 可以啦 有嗎 可以可以可以 不敢吃薑的朋友吃 你也可以挑掉 它是一片一片的耶 它是疊起來的 它是疊起來的 它是一片一片疊起來的 對它是一片一片疊起來的 因為我 我有聞到 它醬的味道 如何 脆 是脆的 嗯 但其實它 這樣子的 口感有點像是 水煮的高麗菜嗎 就沒有很 沒什麼味道 就是要加醬 要加醬 嗯 但就是沒有很油 感覺蠻健康的 對感覺蠻健康的 然後這 這是用台灣在地的 對台灣在地的高麗菜 是我們雲林西螺旋的 果菜生產合作社的 高麗菜 所以其實我覺得 平地的高麗菜 可以做這麼脆 其實也蠻厲害的 對 那這個 那這個薑 有沒有 這個醬 那個醬會不會味道不一樣 這個醬嗎 對 兩個 兩個不太敢吃薑的人 兩個不太敢吃薑的人 它其實還好啦 就是一點點薑味 我來正正看我的特製醋醬 哎呀 小心不要掉下去喔 好的 嗯 從來沒有想過 高麗菜可以加醋汁 你覺得不錯是不是 我覺得很不錯 一號都加醋汁 一號都加醋汁 是好吃的嗎 嗯 還不錯吃 這個醬感覺比較偏 甜嗎 嗯 這個比較酸 喔喔喔 來來來來 那我們現在吃完這個菜菜 我們來吃這個 蠻重點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們的 鮮蝦餃 鮮蝦餃 我超喜歡吃蝦子 我也是我真的很喜歡吃蝦子 超喜歡吃蝦子 它看起來就很可愛 精明的剔透 它裡面看起來有一整隻蝦這樣 這樣就看出來 對啊 透明的 它的外皮是半透明的 是蝦一隻 呵呵呵 然後 旁邊就有點像蝦醬 就整個都是蝦味這樣 可以沾醬 對 可以沾醬 那沒有沾醬就本身海鮮奶的味道 沒有沾醬就很鮮甜 對 沾醬之後它就會變成 徹徹底底的鋼墊 呵呵 嗯 好吃耶 嗯 救命 但是因為我們直播的關係 所以 現在吃起來可能沒有 大家直接去點的時候 這麼鮮甜可口 建議在它一上桌的時候 就馬上拿來吃 對我覺得它 熱熱的吃比較好吃 熱熱的吃會更好吃 但現在冷冷的 比較冷一點還是很好吃 對 好好吃喔 好像把它吃掉 好看 看你們吃吧 再來吃炒飯 對對對 我們時間快要 快要來不及了嗎 對對對 我們時間快要來不及了 不小心吃太久了 對對對 先吃一下這個炒飯給大家看 欸我的湯匙王 沒有碗了 笑死 沒用湯匙王 謝謝你 湯匙 沒有湯匙在這裡 湯匙在那邊 好 我們現在因為時間因素齁 所以現在先來 吃一下我們的炒飯齁 它可以看得到它的辣肉 粒粒發明 對 對 欸 嘟嘟嘟嘟嘟 對 XO香辣味炒飯 不錯吃的感覺 沒有很辣 沒有很辣 一點點辣 有一點 稍微有點辣 不緊有沒有 趕快喝飲料 趕快喝飲料 一個 一個是奶茶 一個是凍檸茶 對一個是港式奶茶 一個是凍檸茶 男性你要喝哪一個 我喝這個 好你喝哪一個 那懶呢 喔你也是奶茶愛好者嗎 真的 超喜歡 我也超喜歡喝奶茶 如何 嗯我覺得很好喝 有一種 有一種 異國風情 我喝喝看 我喝喝看 謝謝啦 謝謝 它不會到太甜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有很多 港式奶茶好像是那種 加桑花戀奶 那種 我覺得他們的港式奶茶 跟其他港式餐廳 喝起來不太一樣 地方是 嗯 其他港式餐廳 它桑花戀奶那些東西 它加太多了 你會有一種 被宣冰奪住的感覺 而且很黏 它們會很黏膩 然後很甜 你喝完之後 整個喉頭都被縮縮的感覺 然後這個已經加了冰塊之後 它還是有它港奶味道 茶味也夠濃嗎 對 茶味也不錯 蠻夠濃的 那你的那個 我的這個凍檸茶呢 我覺得這個凍檸茶 嗯 就是你們傳統喝到的凍檸茶的味道 當然是跟 可能香港當地是喝起來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 就港店來說的話 其實天好運的還原度 其實算蠻高的 就雖然我吃過 香港的天好運 跟台灣有一點出路 不過我覺得 在台灣吃 其實在台灣吃到的口味 是真正適合台灣人口味 因為其實 每個地區的口味都不太一樣 大家也可以記得多戳一下 對 可以戳一戳讓它檸檬味更重 好 我們來試兩個經典的甜點 對 這一個是洋汁甘露 洋汁甘露 欸你是不敢吃芋頭嗎 對我敢吃 好這個給你 好謝謝 然後這個是 芋頭西米露 芋頭 洋汁甘露 看起來料很多 它裡面有什麼 有芒果 然後還有 底下有那個小小顆的西米露 然後還有 那像什麼 西柚果粒 然後這是我們芋頭西米露 可以看到它的芋頭是切小塊的 然後呢 料也蠻多的 對料也蠻多 隨便你撈料 然後這個小小顆就是我們西米露本人 來試試看看 我喜歡欸 蠻好吃 它的 它的調味 我覺得它應該沒有再另外加很多糖 它調味其實蠻好的 它其實你要不要吃一口 很好吃 好 吃 我先講這個 我先講一下芋頭 對 這真的感覺蠻好吃的 嗯 這個芋頭西米露的話呢 是 它不會太甜 然後也不會有那種化學芋頭的味道 因為大家也知道市面上賣的芋泥 有些是會加一點脂素進去嘛 但你吃到這個味道的話呢 就是很純正的芋頭味 它沒有再多加一些什麼湯啊 這些調味 吃起來是 你正常說是幾分甜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味湯而已 就是沒有到 像你一般吃到的那種芋頭西米露 超甜 便宜要死 就是可以一口接一口那種 就大概不錯吃 我覺得他們家的甜品跟飲品都還蠻不錯 就是沒有做到特別甜 對 就是不會很膩 好啊 我來試試看養脂甘露 欸剛好有多一隻湯匙欸 好巧喔 OK 它西柚果粒吃起來蠻特別的 欸西柚就是葡萄柚嗎 呃好像不太一樣我記得 不太一樣 很香啊 喔它的蠻果已經 很香 就是入口即化了 不知道怎麼辦到 欸 對他們的招牌很厲害 對他們招牌真的是 我覺得 名不虛傳啊 羊之甘露也是必點啊 對真的 這個真的必點 推薦大家來這裡都要點羊之甘露 好 好 好我們現在 大家還記得我們今天吃了什麼東西嗎 我們吃了一個雙人套餐還有四個港點 然後我們現在來複食一下有什麼東西 好這個是我們的 金絲高麗菜 然後呢 我們的 橘皮擦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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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金銀鮮蝦餃 然後這個是香鬆炸豆腐 然後這個是這個 香煎蘿蔔糕 香煎蘿蔔糕 對然後這個是素食可以食用的 蟲草 蟲草猴頭菇 蟲草猴頭菇 燉湯 對然後 然後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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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蝦燒賣黃 然後最後最後不能忘記的是 冰火菠蘿油 沒錯 還有這個還有這個 這個我們的 XO醬辣味炒飯 然後我們今天吃的甜點是 羊汁甘露還有魚頭西米露 然後是港式奶茶 還有我們的 港式豆凝茶 港式豆凝茶 最後一位 幸運觀眾 請大家記得我們今天雙人套餐是多少錢 1368元 然後記得Hag你的兩個好朋友 然後我們倒數十秒 抽出最後一個喔 十 九 八七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抽獎囉 好耶 好耶 立文 恭喜立文 獲得我們的 1368元 雙人超值 好餐 你可以帶你的老公來見見市面了 恭喜立文是我們的幸運得主 然後記得 要把今天的這個 中獎的那個畫面截圖下來 然後在下禮拜日 十一月二十二號 二三五九之前私訊我們的粉專小編 給我們你的收件人地址電話 還有一些資訊 然後呢 最後也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要追蹤我們的這三個社群 有Facebook 一起吃喝玩樂 一起吃喝玩樂 Go麻吉 還有 臉書 不不不不不不 IG 懂吃懂玩 然後還有我們的 Youtube頻道 Go麻吉 Go麻吉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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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會錯過我們所有活動資訊 之後資訊也都會放在上面 對 恭喜大家就是今天幸運得主 我們今天吃的是台北新一間的天好運 然後我是趙 她是Nancy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